诶 你在做吗 啊 ok 诶 这有果然间有奇迹吗 有有有 你等我一下 ok 我们要来讲这一个密封章 ok 所以密封章呢 你们就看这一个第68节跟第69节 ok 我们先来看这个translation ok 所以第68节跟69节呢 其实就是真主在讲述一段 真主命令密封去竹房 然后去如何采密的故事 可是神奇的地方就在这一个阿拉伯语 ok 所以密封的阿拉伯语叫做 安拿利 ok 然后 如果你没有研究阿拉伯语的话 你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阿拉伯语 它的动词跟名词呢 都会有男女之分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这几个例子呢 我是从68节跟69节取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68节跟69节呢 真主有提到了几个动词跟名词 其中就是这个竹房 吃 遵循 还有这个他们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68节跟69节呢 真主所用的动词跟名词呢 全部都是女性的动词跟名词 所以证明了这一段在讲述的是 磁性的密封 ok 如果你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们可以按Post键 然后去比较一架男女之间的差别 ok 所以 科学呢 在近这几百年呢 才发现到原来负责做工的这些竹槽啊 然后彩蜜啊 都是磁性的密封 然后男性的密封呢 只是负责交配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古兰经的奇迹 哦 好厉害哦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